- 嗨大家好 我是報紙指揮方常用 這陣子我的IG 大家一定有在follow的都知道 我比較少拍限動 因為最近我在進行一個秘密任務 我在拍一個秘密企劃 這陣子有兩大時事 一個就是自勝轉隊到了衛拳龍 另外一個就是Take 幫武雄 今年的角色從球員之後再兼職教練 那這兩個我分別來做一下分析 我覺得統一師今年他的任何各方面都是進步的 這個是值得贊許的 為什麼這樣說 等一下我們後面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則我們先來分析林志勝轉隊到衛拳龍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信兄弟的戰力是比較齊全的 志勝學長在中信兄弟也比較沒有發揮的空間 因為新人被出嘛 那他現在的生涯的全力打數來到289轟 已經追平張泰山 那現在轉戰到衛拳龍 以衛拳龍的角度來講 衛拳龍吸收了一個人氣球星 對於衛拳龍的聲量 以及他球隊的支持率 我相信是上升的 那以林志勝來講 他可以延續他的棒球生涯 之後他有機會來挑戰300轟 那再來我們來談衛拳的球隊 當然林志勝加入衛拳 那他與羊炮還有吉利吉道狗冠 可以組合出一個中心打線 那衛拳龍今年在球季已經打出非常亮眼的成績 所以大家也看到衛拳龍的能力整合上是非常的棒的 那所以今年再加入了林志勝 我覺得今年的衛拳龍會非常值得期待 那再來我們來講 統醫師潘武雄 他今年多了一個教練職的身份 那以潘武雄的資歷以及實力來講 其實這個事情我認為是非常棒的 潘武雄他的打擊能力 他的攻擊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那他在今年又多了一個教練職的身份 他可以再傳遞他的技術 他的經驗 來給這些統醫師正宗年輕球員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事情 這對於統醫師以及對於潘武雄來講 都是一個正面的效益 我們剛從網路上看到 潘武雄在2021年的薪資是53萬元 那以潘武雄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認為他非常的值得一場隆重的隱退賽 那我相信統一球團也有看到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潘武雄自己也應該非常期待這件事情 我相信一定會達成共識 是會舉辦隱退賽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對於潘武雄來講 對於統醫師球團來講 都是非常正面的效益 甚至對於球迷來講 為什麼這樣說勒 潘武雄去年的薪水53萬 那今年他多了教練職 再加一點薪水我覺得不過分 那我們退一彎步來講 沒有加薪好了 去年53萬好 今年算50萬就好了 假設因為今年的薪資還沒公佈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用這樣推算了 我在想應該加到60萬應該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先退一彎步講 50萬就好了 50萬一年領600萬 那我來計算給大家看喔 如果統醫師隊為潘武雄辦一場隱退賽 一張門票不貴500塊就好 500塊 滿場2萬人 乘以2萬 等於1000萬 所以他統醫師隊 付給潘武雄的薪水 一個月50萬 一年600萬 但是他辦一場隱退賽 就有1000萬的收益 不包含任何的周邊商品 所以我認為潘武雄 今年當然可以加薪是最好的 但是我認為也是有加薪的資格 以及條件 如果潘武雄的經濟公司有看到 看到這則影片 您就談到 但是我想 這個你們應該也早就想到了 那如果一場隱退賽 一張門票500塊錢 滿場2萬人 就是1000萬的收入 不包含周邊商品 那如果 因為潘武雄的備份 他的資歷 他在台灣棒球界這樣子的聲量 半個兩場應該不過分 台南一場 北部一場 直接進帳 所以這對統醫師的球團來講 這個是一個 以生意面來講 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事情 那對潘武雄來講 他可以再傳承他的經驗 那關鍵時刻 自己又可以出來事實一級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對 那也非常樂見 台灣的棒球 有這樣子的正向循環 真的 也期待 今年的直棒 我相信會越來越好看 那也希望台灣的棒球可以更好 OK 那如果還希望我們討論些什麼時事 那再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這部影片 因為我們現在 人在外面 我們有長達好幾個月的拍攝 那最近在進行一個秘密企劃 那我手邊 最近真的沒有電腦 那可能沒有辦法上字幕 請大家多多擔待 OK 那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不 ehkä介紹一下 Weiter看到 啦 110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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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